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耶路撒冷首先你看圣殿 圣殿往南下的这个山坡 就是大卫的城 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角 这里有一个马可罗 耶稣应该是在这个地点 跟门徒吃一夜间的晚餐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 讲门徒进去一百二十个人祷告 应该也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到耶路撒冷 早就带你到马可罗 说这个地方是耶稣跟门徒 吃一夜间的晚餐的地方 他骗你了 这个地点很可能蛮接近的 但是这栋楼肯定不是 因为楼公元七十年 罗马人把整个耶路撒冷移为屏蔽 早就完蛋了 今天你看到了 甚至不是十字经所建的 十字经是一千年前 他有建一些 但是现在看到的可能不到两百年的历史 这个是马可罗在西南角 然后呢 在这里是克西玛尼亚 所以主耶稣从马可罗 一直下到克西玛尼亚 他要从耶路撒冷的 西南角去到东北角 不过 克西玛尼亚是在山谷底下 马可罗是在高的 如果你看这一边是上层 这一边呢是下层 就比较低下去 然后呢就在这一边的旁边呢 是大祭司宰院 就是甘雅法的家 所以大概十二点 犹大出卖主 他们就把耶稣抓起来 其实呢就从这一边上来 但是上来就比较难走 他们大概要走一小时十五分 下去很可能四十五分钟 但是上来呢一小时十五分 所以差不多一点多 他们才上到甘雅法那里 然后呢天还没亮 他们就把耶稣送到衙门 那这里呢 是西里安提帕的王宫 但是呢这一边还有一个安东尼堡 现在考古学家有一点傻眼 到底衙门是在哪里 是在安东尼堡 或者是在 西里安提帕的王宫 很可能喔两个地方不对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 刚才我告诉你 约翰比较细腻 他不像马汉马可路加 把主耶稣受的刑罚 讲的很多 但是他把主耶稣受鞭打 还有羞辱被戏弄 他讲的比较多 以赛亚书文 五十章第六节第七节 早在耶稣之前的七八百年 先知以赛亚已经将发议员 以赛亚发很多议员 好像必有同理生子 人称以马内利 好像他为我们受的鞭杀 叫我们得医治 为我们受的刑罚 叫我们得平安 那是五十章第六节说 人打我的背 我认他打 人把我塞匣 而不须 我留他拔 人如果吐我 我并不湮灭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暴愧 我硬做脸面好像坚实 我也知道 我并不知蒙羞 先知早就这样一言 然后你看了 应验 而且是应验在弥赛亚 基督救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十八章第一节就讲到 对不起是十九章第一节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约翰就指这一句话 然后兵丁用经济编作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纸袍 为什么呢 羞辱他 这个经济 是在旷野的地方 找家墓 你听过吗 找家墓 摩西在旷野只有这种墓 他就用这种墓做了会墓的柱子 那这种在旷野生长的树很特别 他的叶子很小而已 所以太阳暴晒 他不会损失太多水分 但是他的刺好可怕 他的刺如果是在夏天 他可以尝到差不多三四寸 我们到以色列 我一定只能一看 但是你看 你伸手要去碰你要小心 因为他这一个刺 像铁钉那么硬 而且他很尖 你一不小心你会被刺到 他们就把这一个枝子 捲起来 哇那些刺好可怕 他们就往耶稣的头上 带下去 你知道我们的头皮 还有我们的脸 是不满威胁患的 所以如果你伤到你脸的话 你会 汇老汇底 那个血可能弄到你满身 衣服都是新血 但是你不要太紧张 一般上不会太严重的 因为在一些地方很多危险怪 所以他一流血 好可怕 但是他很快止血了 所以他们就用金刺 边做冠冕 你是王要戴冠冕 这样的羞辱他 而且刺痛的 给他穿上纸袍 然后说恭喜犹太人的王 然后用手掌打他 羞辱他 接着呢 来到比拉波面前 比拉波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士石处 西伯来话叫阿巴达 就在那里做坛 这一句话呢 就是刚才我告诉你 两个地方 到底是安东尼堡 安东尼堡 或者是在西利安提帕的王沟 很可能他们先带他到 这个安东尼堡 因为一夜间 比拉多身为耶路撒冷的孙徒 他有责任注意犹太人的动向 他们挤满了耶路撒冷 他从安东尼堡看下去 监视犹太人有什么动乱 但是呢 他审问了耶稣一阵子 不晓得什么犹太人 他可能要避开啊 这一些使命要耶稣死的犹太人 因为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 他怎么下判呢 所以他转移正地 到一个地方叫铺滑石路 现在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地方 两千年前啊 留下来的这些石头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考古证据 不过同样的道理啊 公元70年 罗马人把整个耶路撒冷移为平地 所以很可能这些固子啊倒塌了盖住 但是地板呢没有什么受损 那现在呢 挖出来哦 就发现了 这个很可能就是 约翰手下的铺滑石路 那这里还找到 罗马兵啊 刻在石头上的好像棋盘 他们可能就在那里研究 怎么样分耶稣的衣服啊 所以讲完了这个 十九章的二十三节 兵丁既然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兵一份 又拿他的拟衣 这件拟衣原来是没有缝儿的 是上下一片组成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捏咎看谁而走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拟衣捏咎 兵丁果然做了这些事 你可能想哦 这些罗马兵干嘛的 这么不贵神啊 人家的礼衣也要啊 你要了解哦 犹太人 他们守摩西的律法 律法万条啊 犹太人的衣服啊 最贵的那一件啊 是最切身的礼衣啊 我们很多人 注重外面 不注重里面 这个不对的 里面要穿的对才重要 还有呢 里面的那一件啊 不可以用两种料子制成的 只能够用单一的料 而且呢 是整个制成的 没有像现在啊 一个车下去 两片拿来布的 他们不这样做的 所以呢 他们很可能是用 细麻布 来做礼衣的 可以说是全身的衣服啊 最贵的 就是里面的 罗马人也知道 所以他们舍不得把他撕开 一半都一半 这个呢 他们年轻 所以应验了 心之所欲言的 所以当你看哦 我们已经讲过了 主耶稣为我们受刑罚 叫我们得平安 为我们受鞭章 叫我们得医治 那你要知道 在甘牙法那里啊 主耶稣送了一次鞭章 一次鞭打多少下 四十 四十下 但是他们为了担心啊 如果我算错打工一下 这个不得了 所以他们说 我很有缘你事实检疫 给你discount一下 你知道新加坡判冰刑 这个是很恐怖的 最多多少鞭呢 四十 新加坡二十十年过 但是有一些犯人 第一鞭啊 就淫死过去了 不得了 三鞭下来啊 他淫死过去了 那么你看哦 当时啊 在甘牙法那边 他已经受了一轮的鞭伤 第二天在比拉库那里啊 又受一轮了 那maximum啊 最多就是四十减一 但是主耶稣为我们受两次 为什么 叫我们得医治 所以当你领圣叉的时候 你必须按你圣叉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受鞭伤 叫我的医治 你要很肯定 然后你领受主耶稣为你 应许你的医治 保护着我们都健康 所以耶稣为我们受刑罚 为我们受鞭伤 你知道吗 耶稣也为我们受羞辱 为什么呢 叫我们受羞辱 有什么好处呢 你要知道 诗篇第三篇三节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位的盹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弟兄姐妹你要明白 感谢耶稣 祂为我们成就 超乎你所想所求的 我们有病 主耶稣为你受鞭伤 我们有灾难 主耶稣为你受刑罚 我们得医治得平安 我们有多少时候自卑 抬不起头 主耶稣为你受羞辱 讨叫你可以抬起头来 所以你信了耶稣 你不需要再投递递了 你不需要骄傲 你不应该骄傲 你不能骄傲 但是你可以昂首 因为这是我的荣耀 我的主为我受羞辱 叫我抬起头 诗篇给我们许多的点子 二十七篇一世节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扎咬祂的荣美 在祂的殿里求恩 因为我遭遇患难 祂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祂亭子里 祂把我藏在祂藏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寺院的仇地 我要在祂的藏幕里 温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手也和华 你知道何等法规 所以在精神上 在肉体上 我们的身体 还有在我们的感情各方面 不管你受什么创伤 耶稣给我们全人的遗旨 你可能有所不知 然后你看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都记载一件事情 冰冰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 他藏了 不肯喝 这是马太所记载的 马可怎么记载呢 马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 他却不要 路加说冰冰也戏弄他 上前拿出送给他喝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约翰怎么记载呢 约翰十九章二十九节 有一个器皿圣满的处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龙 张满的处绑在牛气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藏了那处 就说成了 便第一下后来将灵魂交付神了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讲了七句话 我们称为十字架七年 其中有一句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到底他们做什么呢 你可能有所不知 当然他们把耶稣定十字架 但是就是这个是答案 考古学家 差不多二十年前 有一群考古学家 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那我很赞同 那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一般上的解经家 考古学家都认定了 主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拿醋 他们拿海龙张满的醋 绑在牛气草上 送到他的口 那这一件事情 考古学家怎么样做印证呢 这是什么 你到罗马城 两千年前的罗马城 你到以弗所看得到 你在约旦看得到 你在以色列也看得到 罗马城有一些东西 他有心脏大刀 他有半年型的剧场 他有椭圆型的禁剧场 还有呢 这个是罗马人的厕所 所以当年喔 罗马人已经懂了 他是统治者 他已经懂了 卫生厕所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喔 排排座 当他的解决了之后呢 犹太人是奴隶啊 冲一桶水 他的座位下面是一道沟 什么脏的都冲进去 所以他们小寿啊 两千年前就懂了 卫生厕所 所以罗马人在那里 那么他解决了之后 他是统治者 他不需要擦屁股啊 有奴隶代劳啊 奴隶怎么做呢 用海龙绑在牛气槽上 水呢加了醋 替主人洗屁股啊 这个时候罗马人用最侮辱人的方法 用洗屁股的来沾我们的主的嘴啊 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耶稣没有说 父啊降下我来把他们干掉 我感谢神 耶稣为我们受羞辱到什么程度呢 我还没有比这个更羞辱人的方法来 但是叫我们抬起头 也可以昂首 所以今天喔 你不必自卑 你应该很自信 我是盟主保全买宿的 他为我受刑罚我的平安 为我受鞭伤我的遗旨 为我受羞辱 叫我可以昂首 我抬起头 所以当你看喔 凝气槽啊 这个东西喔 在以色列蛮普遍的 你说它硬 它不是硬到硬邦邦向木头 它有它软的一面 但是它的干喔 也是蛮够有一点力度的 但是又是软的 绑上喔 这个海龙 是一种很好的洗刷 而牛气槽呢 从出埃及的时候呢 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 你要拿一把牛气槽 沾盆你的血 打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子 直到早晨 所以牛气槽呢 跟捷径 还有拯救相关的 是相同的 所以罗马人要来羞辱 我们的主却把它转成 对我们的拯救 所以当你看呢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被一座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罗地 西伯来话叫各个汤 他们就在那里定他在十字架上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山杆 一直到今天 这个山杆你注意看 像不像一个骨头 像一个人头 这个像一个骨肉 所以这个地方叫各个汤 出入地 不过今天考古学家 经过许多的研究 还有历史的文献 我们对定时之家 有许多错误的观点 首先呢 所有被定时之家的 都是重犯死刑犯 都是趁身入体的 所以你看到的图片 耶稣被定时之家 前面还有一块布 没有呢 弟兄我们去游泳的话 穿一条游泳裤 我们不觉得怎样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叫你戴这个礼堂 脱掉你的善意 你就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我们的主 为我们呢 在众人的面前 撤身入体 他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羞辱 这个是十字架 这一种刑罚的一部分 那定十字架 不是把人绑在一个十字形的架子上 然后把这个架子提起来插在地上 不是的 罗马人有时定人十字架 一次过啊 整百人 他哪里有时间慢慢跟你定 慢慢跟你插 插到几十啊 而且如果你读物理学的话 如果你要把一个差不多七十公斤的人 挂在一根柱子上 你这个洞要多深啊 你读一点物理学就知道了 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印证 特别是从历史的文献 罗马人定十字架是怎么样的 把人的手啊 绑在一条横幕上面 所以呢 主耶稣从比拉多那里出来 扛着十字架 其实不是十字形的 是一根横幕 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什么 他被挂在木头上 这个木头一条木头 被先绑起来 然后的确是钉 那整个手被绑住了 其实钉这边跟钉这边 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 不过现在比较多考古学家认为 应该是钉在手腕 不过也有可能钉在手心 因为他的手 上帝下帝 全部绑在这个横幕上 然后绑好了 钉好了 就把这个人挤起来 挖在一根骨干的橄榄树上 再让你大把这样的橄榄树 然后下面钉一条橄榄 给他去站一站 给他去揣一口气 就是这样去玩骨鸟 那主耶稣 为我们在十字加上 他担当我们的罪 流宝雪洗尽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死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你们知道 所以你是基督徒 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什么呢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只要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你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吗 基督徒你必须很清楚 有一些人 他说信耶稣很好 很好 为什么很好 平安啊 这么简单啊 做一个圣员啊 将来上天堂啊 不对不对 但是 这里哦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委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读中国文化 你们有没有读过义经啊 这一本书啊 现在我看国大中文系啊 义经我看摸一下 那什么叫做义经呢 义经难如啊 他已经跟你讲义了 那什么叫做义经呢 义啊 义经当然有一些 好像八卦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那个是次要 不是他的重点 义有什么意思呢 容易叫做义啊 义还有什么意思 交义 物物交换也好 或者你钱拿来有东西便宜 一手教学一手交换 交义嘛 什么叫做义经 交义 我曾经讲过一篇道 义经中的圣经 圣经中的义经 你知道什么叫信耶稣吗 我们的神爱我们 祂说你来信我 我们来交易 你怎么跟神交易呢 你说你要跟李嘉诚和古做生意 你去找他 他要不要跟你说 我看你排阱见他都见不到 但是我们的神说你来信我 我来跟你交易 怎么交易呢 你把你的病拿来 我把医治给你 你把你的卵肉拿来 我把刚强给你 你把你的羞辱拿来 我给你盎上 你把你的贫穷给我 我把我的付助给你 为什么你不要 保押和保抒 你要懂信耶稣的意思 我有什么 我凭什么 可以跟神利益 跟祂有交易呢 我一无所有 我就把我所有的不好的给祂 祂把所有最好的要给我 这个叫做信耶稣的 主耶稣为我们受羞辱到什么程度呢 测身 擦屁股的拿来擦祂的嘴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羞辱的 你想想你告诉我 还有祂本来是富足的 为我们成为贫穷 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很穷 对不对 你说 你很穷 我说你口袋一定还有一些钱 可能你说 牧师就买错了 我刚才忘了带钱包 我真的口袋一分钱都没有 你还是不可以很穷 因为你身上还有一套很像样的衣服耶 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 祂成为拉比 你知道什么拉比吗 拉比的衣服没有口袋 你知道以前的衣服 是穿帅裤没有口袋 他不可以抹手包袋 主耶稣不只是没有口袋 他在十字架上一丝不挂 还有什么可以比这个更贫穷的人 那为什么他要去到不能再贫穷的贫穷 他为了叫你富足了 如果他不够贫穷你就不够富足了 当你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要感恩再感恩 然后他为我们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 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 那这一切事以后什么事呢 主耶稣上十字架受难 亚利马太人叶瑟是耶稣的能徒 只一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能徒 他不敢公开 他跟随耶稣 他来求比拉伯 那这一个人是有定位的 只有他能够去到比拉伯面前 那么要把耶稣的身体离去 比拉伯引住人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离去了 又有尼哥帝母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了 带着墨药和城乡 也有一百斤前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用西马固加上香料裹好了 你看啊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凡倒西几起了奴府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从心顺服以至以死 且死在死之家上 我们的主为了我们 他笑笑笑笑 笑到不能再笑